当地时间15号上午,瑞士联邦主席阿姆赫德在洛恩国宾馆举行仪式,欢迎国务院总理李强对瑞士进行正式访问。 李强抵达洛恩国宾馆时,阿姆赫德在下车处迎接,军乐队奏中瑞两国国歌。 随后,阿姆赫德陪同李强检阅了仪仗队。 欢迎仪式后,李强同阿姆赫德主席举行会谈,瑞士联邦委员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参加会谈。 李强表示,中瑞建交以来,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,创下多个第一。 2016年,习近平主席与瑞方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,对两国关系发展作出重要指引。 中方愿同瑞方一道,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,进一步助劳政治互信基础,发扬平等、创新、共赢的中瑞合作精神,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。 李强指出,中方愿同瑞方继续密切高层交往,加快重启各层级各领域往来,加强自贸、海关等领域合作,培育壮大绿色、金融、数字经济等合作新增长点,深化人文交流。 希望瑞方继续为在瑞中资企业提供开放、公正、非歧视的营商环境。 双方要密切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调,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做出积极贡献。 阿姆赫德和帕姆兰表示,瑞中关系历史悠久、内涵丰富。 两国经贸投资合作克服疫情影响持续加强。 瑞方运同中方继续推进高质量双边对话,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,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、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, 推动瑞中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在龙年取得更大发展。 双方宣布,完成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联合可言, 一致同意支持尽快启动正式升级谈判。 今年年内举行新一轮中瑞外长级战略对话, 以明年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,加强人文交流。 中方将给予瑞方单方面免签待遇, 瑞方也将为中国公民和赋瑞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更多签证便利。 会谈后,两国领导人共同建政签署双边经贸合作文件。 爆出。 反过温用三国驱过了一点点。 好像关 加强人分 Countryra1 前方才给予到了底部就会訴求 务件段统一番 bank就是公交大量抽总之内的。 好了,答案是我给予到了。 商手提予税 funciona安排了解当局 shoulders survivesто поп温抹处机 industries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